第五单日确诊连三天破4万例 今天是40263例 指挥官程中就预估了 这疫情高峰就落在 5月20号到6月10号 不过指挥中心也认为 7月疫情就会趋缓 到时候有很大的机会 可以来松绑口罩禁令 就连新冠肺炎也会从 第五类降到第四类传染病 不用再疫调匡列 那么保险理赔基因 可能会从5万变成5000 而且每天不再公布确诊数 专家怒哄这根本是盖牌 本土确诊数连两天烧降 9号新增40263例 中重症71例 死亡12例 确诊数连三天破4万 比前年少了9% 放假的一个效益 低估的一个量 不只碰到假日 确诊数可能低估 专家黄歌兵认为 社区中潜在黑数多 真实数字是要乘以5到10倍 之后每天暴增20万人感染 台湾人会发疯 全市中预估疫情高峰 可能出现在5月20到6月10号 专家招名为预估 5月底光中南部 可能单日就来到破万例 若仍抱着不在乎心态 疏于防疫趴趴走 会冲出另一个高峰 跑出两个巴黎铁塔 很有可能又会上升到 另外一个高峰 会出现第二个巴黎铁塔 但指挥中心不这么认为 过了黑暗的20天 7月疫情就可能趋缓 7月中施后 民众脱下口罩 几率有变高 当然 疫情高峰后 指挥中心考虑将新冠病毒 从第5类传染病 调降值第4类 若真是如此 那确诊者不用隔离 接触者不用匡列疫调 社区彩检恐怕也会取消 口罩和社交距离 全都不用遵守 有产品业者透露 理赔金刚大幅缩水 原本赔5万 就变成赔5000 而且未来恐怕 也不会再公布确诊人数 但在这之前 要先度过疫情高峰 卫福部要求各地医院 开设专责病房 至少15% 专单认为高峰尚未到来 防疫政策若一味放宽 恐怕后果难以承担 这样是 这是桃车人台北采访不到